Likrit是來自俄羅斯的優秀選手 在2016年的世界大賽中 作為ANX的支援選手 打入世界賽的八強賽 是第一支在小組賽中出現的外卡隊伍 Likrit在世界賽中經常都有精彩表現 在對戰Rox Tiger一戰中 更加獲得被三班支援國的待遇 他在職業賽場上的精彩表現可以說是無庸置疑 作為一位選手 他最令人尊敬的是他看待比賽的方式 在當年的世界賽小組賽中 歐洲強權Gamers2獲得了0勝500的戰績 絕對不可能出現 而G2最後一場比賽是跟確定出現的ANX對戰 讓我給大家看看ANX贏了比賽後 Likrit的訪問 每個人都恨你 每個人都會覺得你不值得去代表這區 而你會找到你的力量去戰鬥 即使他在PETRO 這真棒 謝謝G2 Likrit不單是體現優秀的體育精神 他在召喚塔局上的表現更加是相當優秀 他是在火人重製後第一位在世界賽中使用他的選手 而這種非主座的選局更加幫他贏了比賽 他說是一個相當有創意的選手 Optimistic is Kira takes another one Dosn't hold the battle All the bounce PET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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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台服 即使選手表現不好 就可以被觀賞 這個聲音是凍 即AD就出鬧了 趁就推衣吧 之類的評價 那我們就看看Kira如何評價他隊伍上表現不好的AD 我想請你們要祝賞A Miracle 他做了一個Ellison的工作 可能 他不像 他不像 一個狂狂的人 或一個人 一個人 但其實 他是 一個人的隊伍 他是一個人 他永遠都放鬆 他是一個人 他永遠都放鬆 他永遠都放鬆 他嘗試找到機會贏 所以 我只想說 是的 我們的隊伍看得很強 有些人看得很強 但我們都是一個隊伍 而Miracle是一部分 謝謝大家 Liquette的發言相當令人感動 在勝者為王 敗者為購的競技圈中 能夠尊重你的對手 更加尊重你的對手 這可能就是競技圈中所說的體育精神 而且就是孔子所說的君子之爭 G.A.B.A.B.A.B.A A-B.A.B.A B.A.B.A S.P.A eny by bwd6